魔尼金色 英国记事集 外灵 冲犯 外道 系列 解除冲犯沙 宁界干扰 有妙方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有位师兄一直与家人不和 任何事情都要大呼小叫 也没有人能忍受他 后来透过请示佛菩萨 开示为杀到伤势 经过处理后 状况就慢慢改善了 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开示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外宁充犯 就能把家里搞得支离破碎 蔡师兄也常说 这一类的干扰不尽找处理 往往都是家庭分裂收场 一辈子不长 但家庭是我们主要生存的空间 如果干扰持续在家里影响每一位成员 就算短暂的人生 也会因此变得痛苦不堪 所谓的充犯杀就是外宁干扰 为什么会来干扰 常见的状况是业主菩萨早来一起干扰 有的外宁则是需要人家祭拜供养 所以到处找身体虚弱或运气低的人 小朋友或是小婴儿下手 这样容易干扰成功 当对方求助无门去问神时 神明可能只是他们烧精子 与准备一桌丰富的佳肴祭拜 请其不要干扰 这样对方的目的就达到了 所以这一类的干扰在寝室案例中很常见 但祭拜与烧精子并不会杜绝干扰 若是磁场持续低迷或业障深重未处理 外宁还是会频繁干扰 闹得人生不得安宁 被冲犯或杀到 会有什么后续影响 常见的状况是睡不安稳 晚上固定时间起床 睡完仍然感觉身体非常疲累 因为一直没睡饱 后续精神变差了 干扰就会越来越明显 有些人就会开始想不开 到最后甚至跑去自杀等 这类干扰 这类干扰 时间一长可能就会慢慢影响性格 导致性格变得暴躁 甚至完全变了一个人 如果知道有相关问题 就要尽早处理 避免处理完毕后性格已经扭曲 还要慢慢的调整 面对冲犯杀与凝界干扰的问题 以下分享几个处理方法 一 平时就要多做好事 多多诵经持咒 印经书流通 当志工等等 当好事做多了 福德饱满 为您就难以撼动您 二 坏事少做 做坏事就是折损福报 虽然看不到福报流失 但当福报少了 为您就能伺机而入 三 保持身体健康 改正去除不良习气 例如熬夜 抽烟 喝酒 等等不良习惯都要改 不正当的场所千万不能去 当身体的抵抗变弱 就会成了外宁的剑靶子 四 勤念牟尼经舍银河大手印 在牟尼经舍部落格首页下方 有许多银河大手印的修炼方法 经舍也拍摄教学影片 其中的新轮就是排除冲犯杀的观想修炼 请您多多练习 往后遇到冲犯杀或外您干扰 便能自己排除 这一类的修炼还需搭配勤颂 要施灌顶真言 这就好比练功要有基本底子 勤颂要施灌顶真言 就是在建立扎实的基础 五 多多回向累世业障 冲犯杀的成因 不一定单纯是非相干的外宁来干扰 很多都是业主菩萨 早来出一口气的临界同伴 这种案件最根本的成因 还是由业主菩萨引来的 我们得多消除累世业障 才能避免这类状况 家庭要美满 人生要幸福 每个人都要有基本的道德素养 这个我们能够慢慢培养 但对于外您或是业障的干扰 请务必遵照菩萨开示赶紧处理 这种看不到的无形力量 往往都能快速破坏原先 祥和的家庭 而且破坏力非常强大 不可不慎 分享完毕 冲犯杀和临界干扰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真的会把人生闹得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吗 小编自己亲身经历过 临界干扰会控制身体行为和心智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简直是判若两人 磁场异常混乱 情绪不稳定 身体无端的病痛却检查不出原因 平静的生活被搞得乌烟脏气 觉得人生充满黑暗 甚至失去希望 在还没有遇到金蛇之前 小编非常容易被临界干扰与冲犯 从小就常常被家人带去收金 效果却不好 除了上述的状况之外 还常常看到幻象幻影和幻听 真的是不堪其扰 后来接触金蛇之后 一开始常常到金蛇寝室 开始冲犯杀的比例非常高 根本成因就是业障深重 原神厚弱 磁场低迷 还有外道干扰等等 每当被冲犯时 常常觉得头痛郁孽 心气脚痛 悲观忧郁 怎么看医生都没效果 整个人好像快死掉一样 诸事不顺 更是吸收平常 但是就在小编努力送金消夜 并且勤恋银河大手印一年之后 上述这些状况就渐渐的减少 到现在送金消夜三年 已经很少发生了 上述有缘人也提到情念 银河大手印排除干扰 以下引用至一位在修行社团修炼的师姐 最近做新轮测试 我真的要感谢您借干扰 虽然被干扰时身体非常不适 但也因为如此 督促我情念心轮排除 因为我的干扰非常多 几乎天天都有 所以我每天都要不断的练习 除了情念心轮之外 心性要提升 要施灌顶真言也要轻松 心轮的观想才会有力量 才能有效排除干扰 我真的无时无刻都在练习转心轮 这样才能越来越熟悉 转出来的光芒才能越来越强 对抗外宁和冲犯沙也更有力量 记得刚接触金舍时 我的干扰真的非常多 而且非常严重 阿伯说所有的干扰 都是来成就您的 这话真的很有道理 若是没有被这些干扰推着走 我也不会持重大量的金刚精和药师灌顶真言 消了许多业障和外道院 更不会情念银河大手印 有效帮助排除干扰 感恩佛菩萨阿伯和各位师兄师姐的教导 感恩 牟尼金舍推广的因果在功德环 有没有效果 小编自己亲身经历过 真的很有效 就拿身体反应来说 原本以为我是一个身体虚弱的药罐子 看医生十多年了 身体都不见起色 一辈子只能与医药为伍 赚的钱都拿去奉献给医生了 接触金舍 送金宵夜一年之后 身体有非常明显的大幅度改善 整个人也更加阳光开朗 到现在就算流感大发威 我还是生龙活虎 冬天也不太怕冷 同事都说我好厉害 是个健康宝宝 我也很久没见过医生了 这时我才知道 并非我的身体不健康 而是很多症状都是充犯杀造成的 找到问题的源头并且解决 人生自然就会顺遂平安了 学佛修行真的是如人饮水 冷暖至之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 要相信就真的比较难 能切触金舍 借由佛法解决人生的问题 需要缘分和福报 更需要坚持努力 与精进不懈 蔡师兄说 佛菩萨与我只是给你一张地图 而到达目的地需要靠你自己 个人吃饭 个人饱 你要努力尝试超越各种障碍与困扰 时时叮咛自己 提醒自己 路莫走错走偏 否则要到目的地时有困难 喜怒哀乐 悲欢泥河是人生的一部分 顺境和逆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没有永远的痛苦绝望 也没有永远的一帮风顺 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段缘分 都是因果相续 都是来帮助您 破除执着 放下烦恼 提升心性 让您遇见更好的自己 遇到困难时 要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一味的逃避 勇敢面对 这些磨难 就会是成就您的转折点 若是逃避 人生只能不断地在痛苦中煎熬 永无出头之日 很多问题乍看之下很难解决 但是只要找对方法 其实不必走太多冤枉路 花太多力气 牟尼经社推广的因果债功德还 就是为了帮助云云众生 找到问题背后的根源 用正确的方法对症下药去解决 佛菩萨慈悲不舍众生受苦 有佛法就有办法 请给自己 给家人 给身边的人一个机会 让佛菩萨陪伴您 走过人生低潮 找回原本就属于您的幸福人生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积累自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